88年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这里诞生 85年前 中央红军主力军从这里踏上长征征途 2019年9月17日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 记者来到有共和国摇篮之称的江西瑞金 追寻先辈们的足迹 传承红色精神 步入瑞金叶平革命旧纸群 谢氏宗慈静静地驻立在村庄中部 当年就是在这里召开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1年的9月份 中央红军就来到这里 并且在这里驻扎了一年八个月的时间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 就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 正式对外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 是咱们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红色政权 离开宗慈 穿过小路 一栋二层小楼映入眼帘 这里就是中共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驻地 毛泽东 周恩来 任毕石 王驾祥 朱德都在这里办公生活 因为与当地的群众共同居住 所以也发生了一段段感人的故事 这栋房子里居住了一位当地的老大娘 谢大娘 有一天 毛主席就发现 这位老大娘坐在了房间的门口在做军邪 毛主席就关心地问大娘 他说 大娘 天气这么冷 您怎么不到房间里面去干活呀 而这老大娘他又随口回答 他说房间里太暗了 看不清楚 那毛主席就发现了谢大娘房间采光不好的问题 然后他就吩咐工作人员请来了木匠 把谢大娘房间上面的木板锯开 做成一个天窗 光线透过玻璃瓦 透过天窗就直接照射到老大娘的房间里 给老大娘平常的生活增加了一点光亮 据了解 叶平革命旧纸群是中国保存最为完好的革命旧纸群之一 拥有革命旧纸和纪念建筑物23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处 在旧纸中 红军烈士纪念塔 纪念亭 红军检阅台等纪念建筑更是引人注目 红军检阅台呢 它是在那里发生了红军成立以来第一次正规的国家级阅兵 1931年11月7号的早上7点 毛泽东 还有朱德 向英等11位领导人 就是登上了红军检阅台 检阅了威武的红军 红军烈士纪念塔呢 它就是为了纪念历年来牺牲的无数红军指战员而建造的 在红军烈士纪念塔的正前方草地上有八个大字 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那么这些字呢 是当时建造烈士塔的工人师傅们自发的在草地上谱写的 它也表达了当年我们苏区人民对革命先烈的无比怀念和崇敬之情 葱葱古树 绿草阴阴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村落 构成了当时红色中国的国家机构 共和国就此起航 这里的每一栋建筑 镌刻在墙壁上的每一个文字 都见证了当年共产党人的伟大探索 新中国的一路走来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